咖啡要真作为一名咖啡师 每当我去咖啡店里面 看到那些咖啡师 那行云流水的动作 以及自信的笑容 漂亮的咖啡拉花的时候 我就会被这杯咖啡所打动 前几天有幸参与了一场咖啡拉花的比赛 当然不是我去比赛 作为旁观者的我 今天我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这场有趣的咖啡比赛 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新天地 现在是上午 你看上午的新天地 还是没有太多的人 我是第一次这么早来这边 这个咖啡比赛我期待了非常久了 Let's go 早上还没有喝咖啡 所以说先来喝一杯咖啡 这是新天地的商场 这边的一个Arabica 旁边就是一个比赛现场 我要一个热的 然后稍微苦一点的 可以下午风格都比较猛烈 可以的 再一个拿点也是这个杯子的吧 毕老今天你拿这么专业的设备 你要搞一个大片 他们的咖啡比赛要不要参加一下 就是早上你在没有喝咖啡的时候 一口下去 一下子从灰白变成了彩色的世界 整个比赛的场地 它是在一个商场的中庭 后边是他们的比赛选手的照片墙 每个照片下边都会写着 它是在哪个门店 它是在哪个城市 我觉得这个做的就非常赞 这是他们的这个世界地图 他们每家门店都有这个世界地图 他们的slogan叫 通过咖啡看世界 通过咖啡能了解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包括我们的节目也一直在做 Travel for Coffee 为咖啡去旅行 然后这边是他们比赛前所有的选手 拍的 拍立得 喝完早上第一杯咖啡 我们来到了比赛现场 他们Arabica的小伙伴 每个部门都在为比赛准备着 场外有各个城市飞过来 备赛的咖啡师 内场有调试比赛咖啡机的工作人员 彩排的主持人 可以看得出整个比赛赛前的状态 都是轻松的氛围 Kobe在打理后边的细节 跟你们武康廷的那个是同化 趁比赛开始前 带你们看一下他们的比赛的场地 你看它是分成两边的 左边一台咖啡机 右边一台咖啡机 Battle的一个形式 他们的摩托机是首波的这样的 真的很考验咖啡师对粉量的控制 以及台面的这样的一个清洁 刚才看到他们咖啡这状态 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 我之前做咖啡的那个时候 哇 挺怀念的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杭州来的 争取夺冠 一定夺冠 但是能学到东西 对的 每个比赛的选手上场后 其实都还是很紧绷的状态 因为他要在短短的三分钟里边 制作出一杯满意的咖啡 这就要求他们萃取咖啡 打奶泡 做到最满意的状态 最后制作咖啡拉花的时候 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调整好呼吸 万一手一抖 就会影响整个拉花图形的呈现 接下来评审会对一杯咖啡拉花 进行大分 点评 选手也能从中得到经验和提升 不过整场看下来 感觉他们的选手 抗压的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周围也吸引了不少商场的观众 他们也对咖啡的制作会产生好奇感 比赛对咖啡的普及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结果就看你们怎么选了 怎么选吧 我们三位评委还需要再纠结一下吗 不要了 可以了是吧 好的 那三二一 好的 我们续续进入到前六强 恭喜 有一个非常敬严的词语去形容它 是什么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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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眼觉得妄 这个的确是今天目前见到最赞的一杯 不好意思 这个我没忍住 这个我自己给喝掉了 目前最能打动我的一杯 太灵动了 他端出来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非常合适的 就说明他在做咖啡的时候 他的牛奶的温度就拿捏得非常好 这个咖啡师的技术就真的已经是非常顶尖的了 这次的比赛是属于他们咖啡品牌内部的咖啡师的比赛 从比赛的规则三分钟呈现出自己满意的一杯咖啡给评审 就能看出比赛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咖啡师在门店里边出品的效率 以及稳定性 因为Arabica他们很多店一天要出品500杯到1000杯咖啡 这就要求咖啡师在制作咖啡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呈现咖啡辣花 来达到更好的口感 大家在Arabica门店看到咖啡的辣花 基本上都是以线条的心形 树叶 郁金香 以及天鹅为主 赛后也跟他们的首席咖啡师Coby聊起来 为什么他们要办这次比赛 他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理念 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内部的比赛来提高咖啡师的技术 稳定性来更好的去服务他们自己的门店的客人 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咖啡师的那种对技术的坚持 咖啡的热爱以及那种匠人精神 那趁着选手比赛中场休息 我也采访到了几个咖啡师 让他们也分享一下他们在比赛中的一些感受 这个比赛你感觉发挥的怎么样 因为那个奶泡也厚了打厚了 就是我看的确稍微有一丢丢厚 图有点小对不对 对 然后你对手的那边做的非常完美 恭喜他 这么多的镜头对着你 有没有对你产生压力 这个倒没有是吧 还好 没事继续加油嘛 Arabica的武康店的小伙伴Yuna就准备做第二杯 结果还是把第一杯放上去了 对因为我觉得第二杯可能时间也来不及了 没有发挥好还赢了 那你发挥好那不就是冠军了吗 赛的时候自己手有没有抖 没有没有抖 这么厉害 哇那你的心理素质太强大了 还好 因为其实在武康店它是吧台比较开放式嘛 对所以比赛的这个拉花还好 没有那么的紧张 加油 加油 谢谢 冲冠啊 感谢 我是华南区广州K11店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赛场会比门店里面更紧张 还好 我觉得还好 我发现今天采访的他们几个女生经理素质 普遍都比较好 抗压能力有提高吧 嗯 面对着这么多的摄像机也不会紧张 有一点点 有一点 倒有一点点 但是在平时门店的话呢 就是小伙伴们会围着我喜红 所以就很感谢他们 所以说习惯了对不对 对 习惯了 那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手抖 有第二杯的时候抖了一点点 对对对 那这但也是自己能控制得住的对吧 对对控制 深呼吸控制 祝你拿到冠军啊 谢谢 每个每个采访的人我都说祝你拿到冠军 第一杯有点破掉了 结果就会手有点抖 希望第二场稳住吧 虽然第一场还是赢了 第二场加油 一个是考技术 再一个考心态吧 就看你心态能不能放好 平时在门店也会有咖啡师这些会相互battle 很多人过来看嘛 然后包括很多伙伴啊 有很多评委 就比较紧张一点 然后也比较刺激 直接会出结果 那为什么女拳手都说不紧张 你说紧张 他们说违心话 对自己有没有提升 有提升有提升的肯定 就是你再多一些比赛的经验嘛 然后后面会就不会紧张了嘛 到了比赛的下半场啊 他们请到了梁文道老师作为嘉宾 也参与到了比赛当中 能看得出梁文道老师他对咖啡的这种喜爱的程度 我们也有幸采访了他本人 他也分享了一些自己和Arabic的故事 以及他在比赛中对咖啡师的印象 那让我惊讶的是 他自己也因为经常喝咖啡 也看过我们测评咖啡的视频 那时候我再 我要换一批器材 是我再看 就发现你 然后跟你长得很好 我就开始看了 哇 那我们太惊讶了 真的真的 你看我是在香港的时候 我是光顾他第一家店的 不是故意的 没有人在香港相信我 偶遇的 对 我们香港人不会故意跑去 大雨山的雨景湾 这个地方去喝一杯咖啡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香港市区边缘的 离岛上的一个独宅区 而那个区域是你要专门搭船去的 它的设计很吸引我 就已经是今天这个风格了 然后我就试他的咖啡 我发现他的咖啡做得很好 用的选择豆很好 烘焙也很好 然后第二回我就是在日本 不见他了 在京都 然后那时候突然发现 他给我的印象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因为在香港的时候 它是个社区小店 去了京都之后 它变成一个非常红的一个网红店 就日本的那些杂志上面 日文杂志都会介绍 都会刊登对吧 都会刊登 看到他从社区走向 往国际化的过程 我觉得平常我在他们的门店 看到他们咖啡师 通常更有那种 就这个场子是我的 就很稳 但是我觉得可能台面高度有变化 你看到他补生的动作 更低一些对吧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 班杰环杰 Una是感觉如何 还可以 现在 这个第一时间要先来 我现在非常紧张 其实还是很紧张 对 我觉得你的第一杯做的 又会不错了 你又做了一杯 第一杯的话 它的一个白边 没有包的非常的完整 因为我想呈现的是白边的图案 所以我第二杯的话 就想做同样的图案 但是我想呈现的就是更完整一些 对整体的线条感就是更好 但是第二杯 其实拉出来的效果没有第一杯好 所以我选择第一杯图案 恭喜恭喜 好 谢谢 今天的这个主持人们 真的控场非常辛苦 第一次主持对吧 很厉害 很厉害 辛苦 辛苦 结束的大合照 这是阿拉比卡的幕后英雄 马子 今天这个蛮长跑对不对 然后这些都是阿拉比卡的幕后英雄 对你们看不到他的这个赛场的表现 但是他们在这个幕后做了很多事情 默默的为这个品牌付出了很多 你看这边在做这个控制台 哇 幕后英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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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